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苍延户 两行古板 中和人 我做熟道研究已经有几十年了 我认为熟道这个碑 应该是中国以来的交通规则 几十年来 我不断在熟道中走访穿梭 我们家门前的口口处 远看像一匹麻 它就像一个象 你看嘛 就是个象 那边翘起的 这边是尾巴 那个就像象一样 熟道上这个催囊 曾经是三百长城 十万树 是全世界最大的人工古板 每当我直升于这条路 就感觉自己与古人真切地有了联系 有时候会带着孩子们 再游走这条古道 这些树都是哪个种的呀 孩子们 这些古树已经活了几百年了 甚至活了一两千年 在翠云郎的历史上 有个六次大规模直白的记录 最早的一次 划生在北宋 特别是在明朝 建州之州里壁 他率领官民 在这条路上 大规模地种之百树 清朝一个大诗人 张文韬 经过这里的时候 惊奇地发现 这些树上都挂了一盘 这盘子上写着关字 这说明这些古树 自古以来就得到了保护 七月份 习近平总书记来翠云郎考察 总书记对官道两旁 之行道说的历史很清楚 这里的松柏 龙中队柏 建国柏 帅爸爸 梅克 总书记得看得很仔细 他说 这篇全世界最大的人工古白礼 之所以能够延续得这么久 保护得这么好 得于明代开始 一致元系至今的 官民相近建法 焦树焦印等制度 更得于与当地百姓 世代共同审护 这个树根像什么呀 像眼睛 像眼睛 像肚子 像肚子 我们再看看这石板上的坑洞 这就是古人留下的马蹄印 唐代诗人李曼 怀揣梦想从这条道路出书 亲身体验了熟到南 南宋爱国诗人 卢油 壮志为仇啊 千种毛鱼就是从这条道走过 诸国梁也正续过这条道路 为北新通行提供了方便 多少风云人物来往熟地 都在这条路上走过 这条古树道 是世界上最早的古代高速公路之一 这篇古白岭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标本 大家好 欢迎来到享有世界奇观 国之瑰宝之美月的黄白古道 翠云郎 古树道上在翠云郎 就如同胡画石一般 不仅记录着川树、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 更是这里的人民勤劳与智慧的见证 如今的翠云郎 传承人们千百年来爱树、富树的传统 人人都能够通过便捷的科技手段 去认识这些古老的生命 每一棵古白都有负责人 每一棵古树都有自己的身份档案 让他们在私人定制式的保护下延延一授 毫无疑问 这就是古树民不保护的一个最好时代 这就是古树的地盾 这就是古树的地盾 这个是古树的地盾 这就是古树的地盾 有这些古树的地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